keiten 两种药材都混一块了 没看见呀 我这不还没弄完呢 什么时辰啦没弄完 一会儿客人来了怎么办啊 你又不来帮帮我 这本来就是你分内的事 怎么能受我帮呢 帮你是情犯 什么我分 你看你都不敢帮你 昨天晚上是不是没好好睡觉 谁没好好睡 没好好睡觉 今天怎么大伙呀你 我说霓裳 我听袁湘说 你跟洛王殿下吵架了 谁敢跟他吵架 洛王殿下 你俩好好聊聊 你俩好 袁湘 陈天 王殿来了 快走啊 走走走 客人来了还不迎上来 这就是你们香草堂的 待客之道吗 那请问这位客人 想买些什么呢 我要四色香枝 四色唇枝 还有四色胭脂 姑娘可否为在下介绍一下 我们店里的唇枝和胭脂 不止四色 香枝却有三种 不知客人想要什么样的 人们都说经商之人 善察言观色 那姑娘猜一下 在下喜欢什么样的呢 客人请坐 客人请坐 这四色唇枝呀 分别为蜜桃 李蕊 秋桂 还有叶兰 这四色胭脂呢 分别叫桃花水蟹 笼岸沉香 香枝新柳 和落叶寒冰 好美的名字啊 不过呢 文不对题 只是胡乱命名罢了 那客人可想再听听 这三个香枝的名字啊 当然愿意了 这个呀 叫做 捕风捉影 这个呢 叫做 强词夺礼 这一种啊 叫做 瑜伽之罪 何况无辞 罢了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是来求和的 本姑娘不接受求和 那我道歉 那我道歉 道歉 您做错什么了 霓裳 这位公子的品味 倒是蛮独特的啊 公子 你想买点什么 可以跟我说吗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对这香草堂的货品 那可是太熟了 对吧 我 你 你 阁下是什么人 怎么能对女子动手动脚的 就是 这位仁兄 为何打抱不平呢 你个登途浪子 把你的手放开 再不放开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放开他 你以为你和霓裳 是什么关系 他自食好友 与你何干 小侯爷 这位是洛王殿下 您可别误会了 洛王 原来你就是洛王啊 霓裳 告诉他 你愿意和我走 小侯爷 我与洛王殿下 的确有钥匙要商量 您还是先回去吧 我 您别走 小侯爷 这事您管不了 越快越乱 是啊 他俩已经够烦了 您就别添乱了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眼睛长在额头上的酸如生 霓裳怎么能和这种人 当朋友呢 他们是什么样的朋友啊 他俩呀 他俩是那种关系 特别好 特别好的 好朋友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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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心里不痛快 就多出来走走 那您继续不痛快吧 我就不奉陪了 我呢 原本是有些不痛快的 不过我觉得 是我想多了 因为看得出来 他还算不上是我的对手 王爷现在倒是痛快了 可是我呢 平白无故被人冤枉了好些日子 亏我还好心去探望某个没良心的人 真是无趣 霓裳 霓裳 我自是信你 真的 那为何那日 我是故意气你的 霓裳 你怎么就不能 理直气壮地告诉大家 我们的关系啊 难道说 你觉得我不值得信任吗 还是说 你觉得我们的感情 什么事 我们今天都没找到 我们别人 之前是再来 是 无视 你 我 不是 我 你 我错了 我错了 你说错了吗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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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错了能有用吗 不闹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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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姑娘的事解决了 就你多嘴 对了 宫市局的那个账本 有眉目了吗 王爷 那个实在是难查得很 他们防得很严 除了袁道成和高玄以外 手底下的人一律不经管银子的事 我 我们无从查起啊 那就从高玄下手 那人不是他府里的吗 只要抓到那个人 便能撬开他的嘴 王爷 这个您放心 我已经派人在高府网外严密监视了 迟早有一个人能逮着他们 还有王爷 只要真的是他们干的 我们就不愁找不到证据 也就不能逞出别的事了 嗯 需要尽快 嗯 马上就是竞标大会了 袁道成很是防备 轻易不让别人插手 我虽从天家那儿要了一个协理 但毕竟力量有限 这助仇贪腹已非一任 若不揪出来 着实不约 回府 诺 义查 你什么时候做的真好看 袁翔 我有个簪子在你那儿是不是 在这儿 你准备这身行头是要去哪儿啊 明日啊 是林园外的七十大寿 我厚着脸皮要了帖子 准备去拜寿 林园外 他家跟咱们香草堂有交道吗 正是因为不熟 所以才去打交道啊 这林园外得高望重 在乡林间颇有威望 想必明日定是高棚满座 宾客迎门 正好我做了很多胭脂香膏 明日啊 就给女娟们分一分送一送 也是个推广的法子 霓裳 真有你的 这主意好啊 上次去亡人外下的宴会 你和苏文宇 不就用了这招吗 是啊 这一别今年 真是世事难料啊 世事无常啊 想当初 苏文宇对你是一片痴心 只可惜后来本性暴露了 如果你真跟他好吧 你就没有如今的香草堂了 大元香 你帮我收一下这些香膏吧 明日挑点上的我们拿过去 好 你跟你讲 这大户人家的院子 可真是气派啊 这林园外啊 虽非官换 却也是师叔人家 当朝好多重臣 都曾是他的学生 气派自然与别家不同 苏少爷这边请 这不是苏家少爷跟少奶奶吗 你夫人 王伯母 都说苏家少奶奶美丽贤淑 今日一见果然迷不虚传哪 是啊 苏少爷 如今你有这么好的贤内助 将来为你开枝赛业 人丁兴旺 你苏家可又是一番好光景啊 是吧 对对对 王伯母如此说 难道我们苏家 非要靠一个女人才能翻身不成 这 张夫人不是在疼我们吗 我们先走了 先走了 慢走 你若是不高兴 今儿大可不必来 来了又如此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我只是听不到你在这儿装模作样 我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们苏家的灵练 那永劳颜姑娘 在下不敢领水 你 你看 谁来了 是怎么样 我这儿还有啊 还有啊 好香啊 你的心上人 今儿打扮得好鲜亮啊 想来是傍上了王爷 身份尊贵了 这个夫人是这个 可是这个啊 不错 不错 你留在这儿吧 我先回去了 别走啊 难道你想让她看到你失魂落魄的样子 如此啊 她更该得意了 你说是吧 来都来了 打个招呼又何妨呢 走吧 这款香枝可是本店的招牌 夫人可以试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又是想来卖东西了吧 这招倒是不错 不过人家好好地宴席 被你这样来搅闹 未免有些煞风景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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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东西都是赠予夫人们的 今日是大喜的日子 我不过是想来热闹热闹 何来煞风景一说 虽说为商之道 见缝就钻 但是如此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我们苏氏可从来不用的 只不过碰见了 说几句公道话而已 不过霓裳 我倒是有一件事很好奇 你不是跟那个洛王好了吗 怎么 那个洛王没有给你银子使啊 由得你为了几个臭钱 出来抛头露脸的现眼 那个洛王 好不懂得怜香惜玉啊 你说对吧 夫君 夫君啊 依我看 霓裳也不要这么辛苦了 有着掏空心思赚小钱的功夫 倒不如想个法子 怎么讨好那位王爷 让王爷纳他为妾 岂不是这辈子都一事不愁了 我还有事 二位请自便 等一会儿 杨文秀 你再胡说八道 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臭嘴撕了 成天啊 我还差点把你忘了呢 你不也是被他勾引的 不知东南西北的男人之一 为了讨好这个女人 连自己的娘亲被他害死 都不计较 你就是全天下最蠢的蠢蛋 你胡扯你 颜文秀 我想认真地问问你 如今的你 真的幸福吗 什么了 他幸不幸福 轮不到你来评判 你要是想让大家都好过的话 你们就赶紧走吧 苏文宇 你这个懦夫 你凭什么放他走 他以前给你的羞辱 你都忘了吗 现在还要护着他 我没忘 那些羞辱 都深深刻在我的骨头里 此生都无法莫逼 只不过这个女人 我早就已经忘了 不幸福 如今 你才是我的妻子 为何要跟一个不相干的女人生气呢 你说是吧 他们凭什么这么说你啊 凭什么说你不相干 凭什么 我找他们去 这些话伤不了我半分 好了 别管他们了 我们走吧 你那儿快没了吧 我再给你两个 小 小侯爷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给林老先生助寿 他是我父亲以前的老师 你们要去哪儿啊 我们还有正事 您就别填了 我知道你又有正事 不就是给人发东西吗 我也会 在哪儿呢 来来来 是这个吧 小侯爷 来来来 来来 看一个 那是给女孩发的 你也看一看 这个不能用 这男人不能用吗 这男人不能用 那他用 他用 这 这 这位小姐合适 来来来 来来 小姐 您再看这个 这个胭脂 方才多谢了 谢过什么 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自尊 但也全了我的面子 不管怎样 我都应该感谢你 你以后不会再有感谢我的机会了 你以后不会再有感谢我的机会了 你以我夫妻一体 本就应该相互支持 难道不是吗 你想多了 你我永远不会成为夫妻 你也想多了 比起跟你做真正的夫妻 我更愿意 不顾一切地踩死那个女人 去 你以后 来 霓裳 多谢小侯爷 特意送我们回来 哎呀 顺路而已 不用跟我客气 你怎么了 没事 怎么了这是 看看还能不能走 完了 这肯定是扭上脚了 小侯爷 没事 我家里有药酒 回去擦一下就好了 可不能再走了 再走就更严重了 来 我背你 这可不 这是谁啊 不然斗 小侯爷 你懂的吗 想想 想想 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朋友 很好 很好很好 我 脚崴了 我 脚崴了 那 我先把他送回房间 要不 我也那样抱抱你 要不 我也那样抱抱你 好啊 抱不动 我 药在哪儿 我自己来 别乱动 诚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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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在西州学的记忆 都还记得呢 那是自然 跟前面的霓裳姑娘一起学艺 我哪儿敢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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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不小心啊 我 我下次一定注意 你还敢有下次呢 以后晚上出门要小心 尤其是下马车的时候 还有啊 以后不允许 坐别人的马车 听到没有 要不然 没人跟你处理伤口 我知道了 真是啰嗦 你说谁啰嗦 谁啊 不错了 算没错 不错了 还疼吗 为蓝昭公主来访 举办的竞标大会 宫市局势极为重视 咱们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 毕竟这些年 苏家人丁凋零 这势头也被城中几个大户 先后超越 可再不发狠 恐怕是要赶不上了 二叔放心 苏家的织造和织粉 在京城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要稍加用心 定能拔得头筹 这次大会分为 制造香料 瓷器茶叶四大品类 都是我们大宁 对兰昭的主要通商活品 竞标大会 在宫市外的广场上举办 宫市商户各分的一个席位 用来展示自家的真品 得兰昭公主青睐者 方可进入第一轮 而后入围者 每一商户出一人 竟如瑞云再次决力 有兰昭公主亲自挑选入围 若是苏家把这个脸面争回来 苏家的百年地位 不愁不稳呀 文秀斗胆问一句 若为苏家争回这个脸面 二叔如何奖赏我 你想要什么 不如将成东的玉枝斋 连同周边石坚铺子 一并直接赠予我 胃口不小 文秀啊 你如今已是苏家的儿媳妇 别说那石坚店铺 就是整个苏家的产业 那不都是你跟文宇的吗 二叔 我跟文宇是怎么一回事 别人不知道 你也还不知道我 我跟他不是一条鞋 也过不到一块去 身为女儿家 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如果二叔将那石坚店铺 一己赠予我 由我独自经营 收益也归我自己 那文秀就有了依靠 将来也更好为苏家出力啊 也罢 二叔知道你的不得已 若是你这次赢了竞标大会 二叔定当成全 你也学艺多年 这次就与织葬为名进行参选 始于织粉 已经由蒂儿代为监管 毕竟他也跟了您有些时日 如何呀 文秀多谢二叔体恤 一切敬听二叔的安排 将来一定会好好的孝敬 为您承欢西夏一样天年 对 阿弥 阿弥 霓裳 先歇歇吧 别弄了 快吃饭吧 你就别打了她了 你让她忙着吧 那不行啊 那人是铁 饭是高 不吃饭能行吗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过来吃 赶紧 这后日就是竞标大会 咱们又同时报了 制造和香料 还有那么多事要做 我真是急都急死了 元香也是为了你好 不是怕你自己 给自己喂出病吗 我能生什么病啊 这要是不能入选 我才生病呢 这可是咱们 唯一的机会 要是赢不了 我看啊 咱们就关店吧 跟着舅舅舅妈一块儿 回老家去 霓裳 要参见的衣服呀 都给你将洗晕淡好了 你看行吗 谢谢 这到时候啊 美家就只给一个站位 又得把衣裳和香膏 全放在一块儿 供兰昭公主艳势 你们说这要如何摆 才能好看衣 是 那还能怎么摆呀 一边放香膏 一边放衣裳呀 不行 太普通不打眼 那 我们请几个人 穿上咱自己的衣裳 再抹上线膏 那还请什么人呀 这不现成的吗 好好玩 我喜欢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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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姑娘 这是风铃 风铃 您再猜猜这个 不用了 谢谢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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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好看 姑娘 我可买一个呀 我想想吧 一会儿再买 姑娘 这个股看一看吧 你看看 看我看来 走 来 谢谢 您让这车队先走 就为逛这城外的集市啊 当然啦 你看这京城外 多繁华 看我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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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 来 来这儿 姑娘 随便看一看 随意挑选 谢谢啊 姑娘 买布吗 这都是昨夜新到的货 老板 这是什么布料啊 老板 这是什么布料啊 姑娘 好眼光啊 这可是从淮州订的月华锦 十分稀守 全京城不到食匹 姑娘若是喜欢 这十张一百两银子 姑娘拿走便是 十张一百两 什么东西这么贵 小姑娘 这可是月华锦 采用的是上等的蚕丝之酒 成本便是天价 我可不敢哄骗二位姑娘 您今儿不买 明儿买不着了 好 一百两头一百两 花起来 好嘞 还是这位姑娘爽快 且慢 来 您这可是真正的月华锦 城东苏市 从淮州总共就订购了十匹 这一匹是我们连夜排队 才拿到手的 这能有钱 这部匹虽执法高超 却并非真正的月华锦 真正的月华锦 全是由上等蚕丝制成 而这一匹 却在其中 掺杂了少量的戏码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看你 也不像买得起月华锦的人 去信口慈黄 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该干吗干吗去 去去去去 来 掌柜的 既然这位公子这么说 不如听听他讲讲缘由 真惊不怕火炼 若是真的月华锦呢 也不怕质疑 对吧 这位公子 请问如何辨别 这是不是真的月华锦 简单 掌柜 可否借火头一用 许我 许我 我来了 是真正的岳华锦 灰烬英式黑色球状 断不会是这般黑灰色坟弱 这便是在其中掺杂了戏麻的缘故 这不可能呀 苏氏也是百年老字号 不可能票目同行啊 老岳 您来看看 快快快 您来看看 看仔细 是不是真正的岳华锦 看仔细点 掌柜的 这位 确实不是纯正的岳华锦 这 不是 这 咱们居然让苏氏给骗了 这 这位公子多谢你的提醒 不然我们可吃大亏了 好 姑娘 这不我们不卖了 我们要退回给苏氏 还要讨他们要个说法 还请您见谅 不知者不怪 您请自便 好 快快收起来 公子请留步 春儿 姑娘 为何要给在下银子 方才若不是公子提醒及时 我们怕是要买了假的岳华锦 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 拿些银子感谢公子也是应当的 姑娘不必客气 在下无非是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 姑娘倒是要当心 购买贵重职务 还是要请个懂行的人随行才好 实不相瞒 我并非中原人士 而是兰昭的公主 这次带领使团来大宁通商 正好缺一个制造行家 若是公子不嫌弃 可否做我的鉴定官 随我们一同去京城 原来是兰昭公主殿下 萍水相逢 公主却如此器重在下 在下受宠若惊 只怕在下无法胜任者 公子不必谦虚 你的制造才能 本公主看在眼里 你着实佩服 只要公子肯愿意帮忙 酬劳也好说 不满公主 在下半身漂泊 四海为家 若能为公主效命 也不是为一个好前程 既得公主信任 在下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太好了 敢问公子明慧 在下 无依 无依 好 从此你就是我兰昭使团的人了 就在下 我都在澄清一礁 宝κε 稍月 您找我 听说二叔派你展馆玉职斋 二老爷体恤自家奴婢 你还知道你是苏家人 我还以为你早就姓严了呢 奴婢不敢 第二全家老小性命 都在苏家手中 第二哪敢造词 知道就好 少爷 弟儿有一事 不知当奖不当奖 是 事关 事关表小姐的梦魇 说来听听 那天晚上 我去表小姐的房间 当我走到门口 准备敲门的时候 师父 我就听见 师父 原本 我只想把厅厅所在 在我家里教训她的 师父小心破翻蜡烛的 我没想到不会上的门 我更没想到会烧死你 师父是我害死了你 师父 师父对不起 师父对不起 对不起 师父是我害死了你 我对不起你啊 我求你不要再害死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表小姐 对不起 表小姐 你怎么了 竟有此事 下去吧 诺 杨文秀 你终于有把柄握在我手里了 我倒要看看你 你还怎么羞肇 参见洛王殿下 参见洛王殿下 下榻于清柳阁 下榻于清柳阁 只是今日都这个时辰了 却怎么还没见她的人影啊 不知洛王殿下 可曾见过这位兰昭公主 昨日公主面圣的时候 本王恰好不在宫中 听闻这位兰昭公主 还是个绝世美人呢 成何体统 高大人 还是不要随便议论得好 安昭公主到 答案 下榜 他 内容 这位兰昭公主 下榜 内容 这位兰昭公主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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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王杜瓣 我欢喜得很 如今得见真容 就更是欣喜了 在下只是协理 公主认得在下 五年前 洛王曾来访兰昭 与家兄有一叙去谈 可曾记得 在下却曾造访过 兰昭一次 是私人行程 与兰昭王子 却有一面之缘 那就是了 当时我年纪尚小 在家兄府上 见过洛王 洛王不记得罢了 如此一来 那便是小王唐突了 不知不怪 几年不见 洛王越发音姿散爽了 公主殿下 天家令本官多半 下官着实惶恐 还请公主殿下 多多指教 指教就免了 有洛王殿下在 本公主放心 我也不是居里之人 不如这样吧 就洛王殿下 陪本公主四处转转即可 洛王殿下 你可愿意 在下自当尽地主之仪 那公主 这边请 公主此次前来我大宁 除了香料 织造 茶叶 还有瓷器之外 是否还有别的需求 如有的话 不妨跟本 我大宁除了香料和织造 极佳之外 其余的东西也是极佳 紫月 我们不必拘礼 顾称对方明慧可好 你叫我心悦吧 在下不敢 在下不敢唐突 还是请公主 五年前 你和家兄把酒续谈的时候 何等的潇洒布局 如今我来了你家 你却这样接触起来 难不成你是厌恶我吗 哪有 怎么会呢 好吧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 我带你去看看吧 好